各位观众分享进去2020年5月2号星期六 感谢你收看前进周报的节目 那今天是周末假日 我先祝福投资朋友 周末愉快 美国股市呢 在我们台北股市的一个周四收盘之后 以及五一劳动节的一个假期 那是连续两天的一个重挫 那我们今天周报节目呢 会跟投资者报告一下 重大一些财经的信息 同时呢 也会拿出相关数据来跟投资朋友讲 下周的行情我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结论 那首先呢 这个美国呢 针对中方的部分 可能要祭出一个惩罚性的一个关税 中美贸易的一个疑虑又再起 所以这两天呢 这个我们股市是连续性的拉回 摩台也是在月线这个位置 那下周刚好台北股市呢 也要公告一些个股的营收数据 所以下周的行情呢 其实这个月线的部分 其实失守的几率是相对大的 但是失守呢 投资朋友还是在于一个个股的苹果的财报 在5月1号做公告 那上一季的表现虽然超出市场的预期 三星也公告了一个财报 那同时呢 这两家的大厂 都针对第二季的一个手机的一个出货 相对上是比较看淡的 那我想这个其实不会意外 因为欧美跟中方 其实都在第二季都有出现这个封城 那包括国内的疫情 零病例的打破了 在今天有新增三个病例 所以其实综合以上的一些利空的消息 那台北股市刚好也来到一个压力区 顺势的可能会呈现一个拉回的整理 这段时间你看我节目 你有做一些资金控管 那我相信现在在这里即便有震荡 我相信你是不会担心的 那震荡过后呢 我认为还是一些操作的机会 那重点是在上周四的一个盘中 你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当天是开高走高气势非常强 很多人都很想要去买股票 但是我们在早上9点20分 我给会员的讯息是提到 从我们工具看来 这个现货的卖压是相对是最近相对很高的 而且是报了2000多亿的量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找盘先观察 不要去做一个最高的动作 同时策略其实我也跟 不管是观众跟会员都讲的很清楚 4月份到8月份这之间 会有很多财务数字的干扰 包括经济数字都是不好的 所以操作方面可能需要做一些灵活 包括你的资金控管 如果你有做好资金的控管 即便这两天没有股市大跌 下周一假设开低 或许是你一个操作进涨的机会 最近的行情 大概跟我们4月份跟大家讲的行情 是一模一样的 大多数都是采取轮动的方式 像前几天可能换到观光百货涨上来 那在周四那天是由硕化类股大涨 所以轮来轮去的行情 我告诉会员朋友 散户投资朋友都想要去抓到这个节奏 那因此会追高杀低 那如果你节奏踩错的话 在轮动行情亏损的一个金额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选择重点产业 买着等发动 才是一个实际容易赚钱的方式 那也比较适合大多数的一个上班族 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 节目上跟大家讲的台胜科 同心电 智邦 这些股票你会发现到 就是涨完之后会整理 然后再往上供 那包括像智邦 同心电 这个是不是都有突破之后 整理然后再往上供 miniLD的金电跟隆打 那这些股票就是短线上涨很多开始休息 那你今天看到这个利多的消息 告诉你miniLD这个族群 法人按赞 但是如果说你是我的忠实本事 其实这些的族群 我们在4月9号节目就跟大家预告 锁定下一波的主流 5G 3D感测 miniLD跟宽能系半导体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跟大家预告 然后后面才会带会我们操作这些股票 所以事情的预告是非常重要的 智邦在隔天4月10号跟大家讲 当时股价在178.5 4月17号盘中触及涨停板 然后4月28号盘中再到触及涨停板 你找到一个重点的产业 买着等它发动 那台胜科呢 我们是在4月14号跟大家预告 高价主的会员有去进场这档股票 21号跟大家验证这档股票是3532台胜科 那同时我们跟大家验证股票 我们会拿出对时对价的讯息跟大家讲 台胜科4月14号 我告诉会员朋友在这个价格区间去做买进 发完讯息之后 在收盘之前都在131.5这个价格 是有机会做成交的 那在4月17号当天开高的时候 我告诉会员朋友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所以台胜科将会受惠 我建议空手的会员在133这个价格去做买进 持有的去做加码动作 所以会员朋友是绝对能够顺利做成交 台胜科在4月20号 收盘是供上了涨停板 隔天开盘 我建议会员朋友获利出一半 这个都是在最近节目上跟大家讲的 台胜科拉回整理的时候 我们在周报节目也跟投资朋友报告 这档股票如果你想操作的 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这档股票是由我们的规划 所以投资朋友这档股票在上周四 又再度的呈现一个创新高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轮动行情的策略 4月份营收普遍是不好的 所以下周操作你要非常谨慎 千万不要去做急躁 那很多的主流股拉回呢 反而是你的机会 康控跟核大在上周四 你可以看得到技术线图 横盘整理之后呈现一个突破 突破之后有机会走一段 那走一段之后可能又休息 你没有一个操作的一个节奏 跟产业面的一个选择的话 那你看墙去追 在现在这个行情是很容易受伤的 所以我在1.03分告诉会员朋友 因为台北股市是大涨的 那我们会员专属的line 很多的会员询问到说 很想要去买股票 因为盘市大涨都会很想要去买股票 但是我提醒会员朋友 下周营收财报要公告 维持我们的策略 就是持股水位大概控制在五成 档数控制在三档以内 那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股票 就是我们带会员操作的股票 跟大家报告的股票也就是这些 所以我不会每天跟你讲不一样 或是涨停板大涨的股票 那我们跟大家讲这个族群性5G 这个比就不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 它是属于刚性需求 所以其实我们这阵子操作的股票 都是这些 从3月20号国安基金宣布进场之后 308月联雅 包括宽能系半导体的加金 我请高价主的会员 跟基优组的会员朋友 各去买这些股票 那联雅是有穿价的 那当天买进之后是工上场停板 我们在9点10分有去做改价的动作 那这个都是能够做成交的交易 联雅这档股票 在3月27号的节目跟大家报告 在这里抢一段反弹 260附近有建议会没有做出场 当时的抠讯也跟大家报告过 同时我当天节目也跟大家讲 我们并不是看坏 因为当时的行情 它比就是属于一个反弹的架构 那波段会员的持股 在当时我们也去做减码 那我们会去做接回动作 所以我们在4月9号 请会员们去做接回 249以下去做买进 这个节目上都有公开讲 4月16号我请会员朋友 3081联雅在260这附近 再去做加码的动作 4月28号是呈现一个大涨 涨了大概7%左右 那在昨天也都是呈现创新高 后续呈现拉回 所以这些股票跟投资朋友讲到 操作上它有它的节奏 如果说你是在上周四 才去做最高的动作 所以操作方面 你一定要有策略跟规划 而且你产业的族群跟股票 一定要有所选择 3D感测 高价主会员朋友有买 这个2360自贸 4月23号 那自贸在上周四也是 创高之后拉回 同心店机友主仆 会去买的股票 那这张股票 4月28号节目上公开跟大家讲 那同心店是不是 3D感测的股票 所以这些族群 我们是不是都提前的 跟大家做预告 上周四是大涨了5.6% 那是最近的一个收盘新高 那这些股票其实都有个特色 就是第一季的一个营收表现是不错 那5月中旬要公告第一季财报 包括像我们节目最近跟大家讲的 深阳半导体 也都是第一季的营收表现是相对不错的 所以这些公司比较不受到第一季财报的干扰 在4月份的营收 他们也都是属于上游的 比较不会受到终端消费的影响 所以这些股票就是我们给会员朋友一个策略性的操作 所以观众朋友这些股票我们都是提前跟大家报告的 4月19号跟大家讲的台积电概念股 从去年开始跟大家讲台积电的概念股 所以投资朋友你会发现到我们的节目 就是跟大家讲一个族群 去年10月份跟大家讲的台积电概念股 金鼎跟凡轩 那当时都有出现了一波涨幅 拉回整理之后 从4月17号的节目 我们再跟大家讲台积电的概念股 因为法术会针对资本支出是不变的 所以特定的台积电概念股 是我们未来相对上觉得 还有机会再走一波的股票 而且在第二季也比较不受影响 所以当时跟你讲的一个凡轩跟金鼎 那当时金鼎股价呢在142块附近 凡轩当时股价在71.2 在上周四 这些股票收盘凡轩收盘474块5 包括像金鼎已经来到165 在这里你可以去做一些选择 你可以等处底 我们绝对不会跟大家讲这行情很看好 因为实质上我们都讲很清楚了 这个产业上的选择跟进出的一个拿捏 资金控管是不容易的 那如果你要操作就是控制资金 那么我也是这么带会员操作的 那我们公司目前推了一个活动 叫做2099、爱你99 行情目前筹码面相对上是升温的 用普惠的一个价格 升级我们高价会员 同时拥有会员专属的LINE 那我们目前会员专属的LINE 只有针对高价会员朋友提供 那既有的会员朋友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投资朋友你可以把握这样的机会 那也要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那请踊跃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给我一些帮助跟鼓励 那订阅频道的忠实观众 你可以帮我们做见证 我们节目上一路以来都跟大家提醒 比如说标普500跌破了3100点 2月底我提醒大家这形态转落 不过3月份有机会上半旬出现反弹 你要懂得去做调整 所以从2月底我在会员 应该告诉会员朋友 建议把资金持股比重降到三成以下 那包括公开节目的观众 我都是这么提醒的 所以3月份你都有非常多的机会 去调整股票 包括降息利多提前实现 3月4号节目上跟大家报告 你卖股票的动作 也要做个加快的动作 3月5号公开节目 我们在盘中提前录制 来提醒观众 标普500的3100点已经来了 在这里我提醒大家 你要调整股票 当天节目告诉你 我们会员朋友现金不位高 那后面的美股是跌了这一段的 清明假期之后跟大家报告 金融市场的一个恐慌 它正在下降 历史指数它已经跌破了平台 恐慌也下降了 所以请你不要去做放空 只会涨少数的产业个股 那哪些产业个股 我们在4月9号都跟大家报告 4月25号周报节目 在跟大家做更新 恐慌指数是持续性的破底 那这个周期的资金统计 它已经突破了50 那后面台北股市涨了这一段 从我们系统上面 多头股票加速的数量 跟空头股票加速的数量 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 这个结构是改善的 4月28号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第二个周期 比较中期的这个周期 它也突破了50 所以后面的一个台北股市 连续涨了4天 所以这些数据 投资朋友你可以得到验证 现在的这个结构是有改善 但是陆续要公告营收 那国际盘的部分 也可能跌破月线 形成一个整理 那弱势股 那甚至是可能会是破底的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来解决手边股票的问题 我们ID是小老鼠 或是你定格什么 这个标签 那加入之后 你务必传送贴图 我们每周都会整理 信用筹码一律名单 那我们团队是有别 投股同业 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 那我们每周都会提供这个会影音 持股买进都会做追踪 符合系统的股票 在我们会员专区盘中 都会提供给我们会员 那也要请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想体验我们会影音 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这里 点选箭头 下面会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帮我正确填写 送出资料 那持股解析 我们会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 请投资票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你也可以自己来练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